接下來我們談到疫情 很多朋友介意老師 在現在疫情連來嚴重的狀況之下 是不是要恢復我們週二的疫情週報 不過這個部分暫時是不會做考慮 因為現在疫情 無論如何變種 對世界危險性已經不像過去那麼強大 因為疫苗的數量 會在今年底追上世界各地的需求 各位不要以為現在變種病毒 你一定要變種病毒這四個字 媒體一直跟你講 一直不但變種很危險 怎樣怎樣的 你心裡開始膽戰心驚 那是他們的業務需求 不代表你都要相信對不對 不代表你都要相信 為什麼 因為病毒變種已經數萬次變種了 他不是只變種兩三次 然後突然出現一個因窩 然後變了四五次 突然變出一個印度變種 或者變了一個變了十幾次之後 突然跑出一個更強大的Delta Plus 不是 病毒已經變種數萬次 這個是他們生物的演化需求 你知道嗎 生物演化需求 所以是說幾萬次的變種都已經發生過了 那現在裡面比較強力一點的 就是Delta跟Delta Plus 不代表他一變種就要人命 好 這個心態要量後災 就是現在抓穩一點 不要認為是說 這種天崩地裂的事情發生 這絕對是沒有的 好吧 那麼講到疫情 我們要上來先看一下 我們單日新增確診病例的世界金榜排行榜 好不好 首先第一名的巴西 就是單日新增病例為5萬4千例 已經呈現下降的趨勢了 之前是8萬多 而巴西因為這次疫情 處理的方式太過特朗普化 已經引起了巴西國內民眾的重大不滿 過去的民粹操作的方式 已經讓百姓忍無可忍 所以目前來看了 明年巴西的選舉 應該會有傳統的左派來奪回政權的機會 他機率是比較高的 第二名就是印度 印度單日新增病例 已經降到了4萬4千人 當然這個數字可不可信 我們可以觀望 對不對 尊重他觀望 我們不要說他對或是不對 而印度面對目前的疫情 首先他優先放棄了什麼 自己僅通過了第二期的臨床 就想升起EUA的緊急授權 連印度人都不相信印度政府這個疫苗 而事實上印度的國產疫苗 在實驗過程之中也保護力 也有限 沒有說很強 而面對Delta這個病毒 他的防禦力更是低了一點 所以目前政府的政策已經大轉彎了 本來希望百姓都去打印度國產疫苗 現在都已經改成一定要去購買 經過世界衛生組織 通過第三期臨床實驗的來供民眾施打 至於我們台灣政府 如果月底還是堅持要我們打國產疫苗 那麼他的正式利益可能就會有 很難以延續的狀況發生 畢竟明天要選舉了對不對 第三名是印尼 單日新增病例暴增是27,000人 這個部分也是走馬來西亞的老路 也就是開災節之後所面臨到的一個持續性的成長 這個部分印尼是受到地理環境的影響 以及長期的公衛體系還有待加強 疫苗的鋪設跟施打的進度 有許多不可抗力的因素 未來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 他才會慢慢降下來 第四名是哥倫比亞 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在27,000上下 大致上的問題跟印尼不會相差太遠 第五名是南非 單日新增確診病例也達到了26,000人 之前才900多例 各位記得嗎? 他快速的增加新的病例也是跟之前預測的 Delta必然去向外擴散出去 這個是一定的道理 因為他是無法抵御的結果 但是南非政府控制的方式比較特別 就是採用大量的交生疫苗 打一劑你不要再回來了 趕快繼續打所有人 那就沒有第二劑去追蹤的問題 時間的推演 未來南非還是可以控制住的 第六名是英國 單日新增病例回到了24,000例上下 當然這跟Delta病毒是肯定有掛鉤的 英國對於印度的移民 他其實數量是非常高的 所以必然會快速回到英國去蔓延 很多人第一個印度要出逃 基本上首選就是英國 而更大的問題是 英國的自由風氣 讓反對疫苗的那些群眾士氣如虹 所以新增病例的提升 對於這些反制的民眾有很大的關係 第七名是俄羅斯 單日新增確診病例佔上24,000例 不過俄羅斯的問題不大 對於疫苗施打的政策會一直不斷的推出 相信俄羅斯控制疫情的速度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本身他就是不缺疫苗了 所以說當然問題是不會很大的 第八名是阿根廷 單日新增確診病例為14,000例 不能說他好轉 但是比嚴重的時期已經好上許多了 現在就看時間的進度還有疫苗的鋪設 會慢慢的改善 第九名是伊朗 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在8,300例上下 這個也是因為伊朗他的一個跟美國之間 他們的糾紛比較多 所以說他疫苗取得是比較困難的 也受限待他們施打疫苗的速度 所以說現在這個狀況也是預期中的事 但是慢慢慢慢的會下降的 第十名是馬來西亞 目前單日新增確診病例落在6,700例上下 總歸還是沒有突破老是直接射了9,200例的天花板 但是問題在於馬來西亞的封城並不是長久之計 尤其是針對馬來裔的 本身就沒有很好的儲蓄習慣 時間再拖久 對於馬來西亞自己的經濟壓力也很難撐得過去 所以與其說馬來西亞的疫情嚴重 不如說經濟問題未來會可能更加的嚴重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本週的疫情金融排行榜的前十強 現在我們就這些數據來看 沒有任何國家他的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有突破10萬這個數字 當然印度可能還有 但是大致上不是全部了 但是目前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 大致上已經不會有立即性的醫療系統崩潰的危機 而在其他國家方面 泰國跟孟加拉單日新增約6200例 菲律賓5,900 美國4,700 法國3,000 日本1,900 尼泊爾1,500 越南1,100 越南這個地方算是飆升了 之前越南的問題 老師在自己在我們家裡 在越南的朋友的家人說 越南你是不可能只停留在這個幾百例的 這個一定要先準備好 因為未來越南一定會提升到上千例 這個是機會很高的 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他們的人口很稠密 以及生活習慣的不太一樣 所造成必然的一個趨勢 而除了越南之外 南韓大陸新增為750例 也是新增蠻多的 德國450例 加拿大300例 澳洲76例 澳洲只有76例 看起來好像數量不大 但是已經是過去的7到10倍的病例數成長 所以說澳洲有點小緊張 不過最終澳洲的問題它是不大的 因為疫苗終究會在年底前 會有一定的覆蓋率 所以澳洲的朋友你不用太擔心 澳洲基本上沒有什麼大事 紐西蘭9例 新加坡7例 香港澳門各1例 台灣大概每一天大概30到50例 中國大致上已經清零了這個患者病例了 而在打疫苗部分 中國單日可以打到1900萬劑的疫苗 居世界之冠 目前打過第一劑的 在中國已經超過了10億人 10億人 這是什麼樣的數字這天文數字 後續第二劑的施打率也是持續的增加 中國目前基本上不會有太大的疫情的問題 因為最終剩下小部分的人 就不會是勸你施打疫苗了 到最後無論是你願意或不願意都得去打 而且你還沒有贈品可以拿對不對 現在打疫苗還有星巴克可以拿對不對 現在沒有 有些地方打疫苗還有雞蛋可以領 未來就沒有了 你不打你就犯法對不對 這是未來的一個趨勢 為什麼 因為這種狀況 中國會把未來這種面對緊急疫苗的時候 必須施打疫苗 成為他們當地的法律之一 而在印度方面 大約也可以打到90萬劑 雖然比中國慢上非常多 但是有打總比沒有打好 這個也是蠻確定的 因為印度其實他也是10億人以上的人口大國 你一天就算打到200萬劑 還是太少了 真的還是太少了 及格的狀況 按照他人口比例 你一天最少都要打到500萬劑 你才能說你的疫情慢慢受到控制 而美國現在施打從200萬劑降到60萬劑 民主自由的呼聲 讓抗拒百姓 他們這些施打疫苗不願意的人 他還是繼續拒絕 這是他們的權利 我們尊重他 但是即使如此 美國的疫情也是受到很好的控制 而巴西每天也能 巴西也能夠打到每天100萬劑的數量 但是面對到Delta的變種病毒 就是要跟時間賽跑 到底有沒有最後把兩劑都接種完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這是非常大的挑戰 因為現在巴西每天努力的去施打 也都在第一劑的範圍之內 你第二劑要打到 這個在巴西可能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而英國跟其他歐洲國家 其實每天他們也是能夠打到幾十萬劑的疫苗 雖然幾十萬劑你去跟中國比 或是去跟其他國家比好像少了很多 但是主要的原因還是在因為 歐洲這些國家包含英國 他們的人口普遍都不會很多 例如什麼英國 你可能人口多一點有6000多萬人 但是他一天可以打幾十萬劑 就相當於其他的上億的人口大國 每天施打大概上百萬劑 差不多的意思存在 而例如土耳其他人口比較多 土耳其人口是比英國多的 所以說他每天可以打到80萬劑以上 印尼50萬劑 日本跟俄羅斯都可以打到近百萬劑 每一天加拿大60萬劑 所以當時加拿大朋友很擔心 加拿大會不會出事 不會啦 因為你們一定可以拿到疫苗 這個上個月在前兩個月 大概就可以預測到的事情 加拿大一定可以優先得到 美國釋放出來的疫苗 畢竟每家之間關係是千絲萬縷 斬不斷理還亂的一個關係 而澳洲可以打到32萬劑 澳洲人口跟台灣差不多 你澳洲每天可以打到32萬劑 那麼也比台灣多了對不對 馬來西亞23萬劑 台灣跟新加坡都大概是19萬劑 南韓10萬劑 香港7萬劑 越南3萬劑 越南還真的有點少 以上都是單日施打疫苗的約率的數字 他不可能每天保持一模一樣 但是是單日每天可以打到這些的數量 而疫情講到這裡 我們看到單日新增病例的下降 以及疫苗施打率的高升 這就是基本上老師覺得整體來說 並不太緊張的地方 這就是一個原因 因為這個世界對於人類來說 唯一的解除這個新冠病毒 或是各種瘟疫的方式 你就是戴上口罩 而且施打疫苗 其他什麼封城之類的措施都已經是過期 而且很雞肋的做法 其他任何什麼這些補塞 現在也不是當務之急的 因為真正的當務之急 就是能買到疫苗 然後打到百姓的身體裡面 無論是哪一個廠牌的疫苗 只要通過世界衛生組織公告合格的疫苗 哪怕他的防疫就50% 都應該立刻的買到 然後用力的給他打下去 而台灣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台灣得天毒後 別人搶疫苗的時候 我們的政府只要願意去言語一下 對不對 跟對愛我們四個好 就可以輕易得到數千萬劑的疫苗 這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你可以嫌他的效果不好 可能就50%點幾 或是60%點幾 你比不過莫德大 你比不過輝瑞 比不上那個諾瓦瓦克斯 或比不上AZ 都可以 你可以這麼想沒有問題 但是至少他有個疫苗來 我們打第一劑 你打了第一劑之後 你後面再去混打其他的白色疫苗 就是白人研發這些疫苗 或是爭取時間 先打一劑 後面更多的時間去研究國產疫苗 這就是來得及的 為什麼 因為你的手臂 絕對不會只打兩次這個疫苗 為什麼 因為這個新冠病毒 他絕對絕對不會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就跟感冒一樣 他是呼吸道疾病 是沒有被消滅的可能 是不可能被消滅的 未來莫說什麼 兩岸的交流 你只要藉這個機會 能夠跟對愛去買到 這些大量的疫苗過來 那麼這樣子良好的契機 之後我們有沒有機會 慢慢恢復民間之間的經濟交流 也有往開放什麼 互相旅遊的一個契機 一個疫苗 可以建立起很多不一樣的空間 但是很可惜的是什麼 一個謊言 就必須要很多謊言去援他 最終我們也只能被動的配合這個謊言 而被接收 我們不能說被接收後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這個用歷史來看了 但是可以確定的事情是 很多事情原來可以避免的 你為什麼一定要去遭遇 就像老師算出來很多事情 明明就是跟你講不要做這件事情 你就不會有這樣的結果 但是人就很奇怪 就想去試看看你知道嗎 真是奇怪 你付了錢找老師 然後你又想去試看看這個結果 到底會不會痛 這個火會痛 你不要去摸他 真的嗎 我去試看看 對不對 這有這麼多朋友 我去試看看 老師也只能加油吧 對不對 老師也只能加油 所以說我們看到這個 我們看到整個歷史 歷史的朝代更迭 永遠是建立在當權者的利欲薰心 而將黎明百姓的生活 置若往昏 日本為什麼可以強大 我們從歷史上可以看到 日本的強大 這是因為低頭去學習了東西兩方的優點跟長處 他像東學習的中國 像西學習的歐美的一些公會革命裡面所帶來的好處 所以他成為日本大帝國 而鐵木爭的鐵漆 他的軍隊為什麼這麼強大 那是因為他從來不拒絕外來的文化 唐朝的興盛 也是因為尊重世界各地 包含阿拉伯大使這個地方的文化 往來跟商業往來 甚至給你設立特區 讓你們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都沒有問題全部接受了 完全沒有自我的本位主義 你只要不造反都沒事 所以一個朝代的強大 建立於海納百川 一個國家的衰敗 永遠在建立在什麼 民粹跟意識形態上面的偏見 最近的是哪個朝代 大清朝的敗亡 可以追溯到康熙時代的千界近海 以及乾隆皇帝的關閉通商口岸 禁止工業革命的產品進入到中國 大清朝的天朝的意識形態 給了清朝滅亡的一個最沉重的打擊 而大清朝的1450 就所造成的根子全亂 僅是壓垮大清朝的最後一根稻草 讓千年的中華文化差一點就回魚蛋了 歷史有時候很有趣 各位你覺得是嗎? 而世界疫情 隨著諾瓦克斯的疫苗的加入 以及AZ跟莫德納 還有輝瑞的加強型的疫苗的問世 以及韓國、日本、台灣、印度都有 各自國產疫苗的研發 相信在這個年底 必然會有很長足的進步 為什麼? 因為面對這種不能被消滅的疾病 一種有動物就可以傳染到人身上的病毒 是萬萬不可能消失在這個世界之上 所以未來的世界 新冠疫苗也會納入很多國家必打的疫苗 例如什麼? 台灣有一些必打的疫苗 針對孩童跟嬰幼兒的部分 就有什麼的疫苗? 卡戒苗 B型肝炎 三合一疫苗 你包含了破傷風、白日咳之類的 還有什麼? 還有小兒麻痹 還有日本老爺這些疫苗 這些疫苗如果有帶小孩的各位就知道 時間一到你就必須去衛生所或去診所打公費疫苗 就一定得要去打 不打不行 不打你不能上學 這個是大家應該都有這嘗試 所以未來如果再加一劑新冠疫苗 其實也不奇怪 例如現在也可以自費的去打什麼? 肺炎鏈球劇的疫苗 很多人以為肺炎鏈球劇可以抵抗新冠疫苗 新冠疫情 然後導致你肺部有問題 沒有這兩回事 不同的病毒不會有一樣的效果 而人類對抗疾病 使用疫苗已經是常態了 所以既然有了疫苗 未來也會列入必須施打的疫苗之一 那麼我們現在到底在怕什麼? 流感疫苗 我們都可以天天 年年打 不是天天打 年年都可以去打 那麼日後追加的新冠疫苗 有沒有可能每隔一兩年 我們還是得去打一針來去加強 這個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老師這邊必須補充 無論是印度、台灣、韓國或是日本 我們最終都會擁有我們自己的新冠疫苗 其實老師是不是排斥我們的國產疫苗 老師一點都不排斥我們的國產疫苗 但是國產疫苗必須經過科學的方式 經過嚴謹的實驗步驟 最後符合國際的規範 那麼未來施打國產疫苗是絕對是樂於接受 但是現在沒有實驗完成的疫苗 舉個例來說就像什麼? 你沒有經過完全三期實驗的 就像我們去餐廳去吃飯 然後點來一個餐點 不是牛排 但是其他的正常餐點 然後那個餐點是半生不熟的狀況 請問無論是誰 你會覺得這個餐點 你會很笑呵呵的把它吃下去嗎? 我花了錢 然後我吃到一個半生不熟的餐點 對不對? 豬肉半生不熟能吃嗎? 雞肉半生不熟能吃嗎? 魚肉半生不熟能吃嗎? 不行嘛 牛肉可以對不對? 但是我們花了錢 當然就要買到我們想要用的東西 不是嗎? 而除了疫情方面 在世界經濟方面 其實目前大家有準備的 是迎接美國要放出來的虧空 需要全世界再度的來分擔 美國的大傻幣 其實不但是對美國是必須要的舉動 其實對於全世界 還有很多層面上來說也是必要的 其實我們不能怪美國大傻幣 然後讓我們來分擔虧空 這有時候是必要之二 為什麼? 因為如果美國再次陷入了經濟大蕭條 或是民間消費力的崩潰 那麼這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所造成的停滯性通貨的問題 無論是通縮或是通膨 會造成更大的經濟海嘯 或是經濟結構的崩壞 而經濟結構的崩壞 在世界上沒有一個例外是什麼 都需要戰爭來解決 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 美國做了這一件大傻幣的決定 特朗普決定大傻幣 拜登也繼續傻 哪怕是為了自己也不得不做的行為 因為這個事情不做 全世界可能一半以上的國家都得賠償 而這個虧空當然既然為了全世界而做 當然全世界當然沒辦法 你只能一起去平單這件事情 因為美元的霸權造成的就是大家一起賠 但是賺其他賺 這沒辦法 你誰能改變的 沒辦法改變的 所以老師在前兩週的留言總任 裡面就會講一句話 明年美國將會用各種方法 來要求中國購買美國的公債 哪怕是受人以比 都需要中國的幫忙 因為中國可以說是 除了南北極以外的地方 人類世界不受到新冠病毒影響的淨土 而這片淨土在食物上 是擁有全世界最大的購買力 也是有最大高素質的勞動力 以及最穩定的國家金融 比起負債累累 常年被美國榨乾的日本財政 中國是最能符合美國需要的一個金主 而在那個時候 交易就是美中之間需要談判的籌碼 而美國的習慣跟他的行人模式 很簡單一句話 出賣他人永遠是最好的決定 就像美國出賣越南 出賣韓國 出賣日本 以及出賣阿富汗 都一樣 只要價格合適 沒有什麼國際盟友或是小夥伴 是不能夠出賣的 只要價格合理 大家利益可以談得通 那就萬物皆可賣 這是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 那麼當然最好交易的一定是對方最想要的 香港竟然被中國自己搶回去 現在最好賣的必然是台灣 而且一定不會是南海 因為南海銜接的馬六甲海峽 是中國進出能源必要的路線 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必要的重點路線 但是台海最多只是第一島鏈的問題 而美國現在的軍事 已經慢慢去把第二島鏈給鞏固起來 而不是非得來第一島鏈去做布局 而第二島鏈 他也有日本這個中心耿耿的美國家臣 去幫他去顧好第二島鏈 而且隨著中國第四艘航母他的建造 也可能在這兩年也要下海 第一島鏈關鍵裡面的台灣海峽 在未來是無論如何都是無法守住的地方 還是一句話 這個寬度短短兩百多公里的距離 真打起來 中國只要都用福建跟廣州這兩個省 就可以把台灣海峽北跟南整個給你一封 你什麼樣的海軍你差次也難飛 而且北斗衛星一照 兩百多公里寬的一個台灣海峽 你躲在哪裡你都躲不住 你絕對照得到 那麼各位大德 有沒有人會認為 美國會為了台灣損失至少一台航空母艦的打算嗎 航空母艦的力量很強大 我們知道 但是他的作用不是在於他很會打 而是在於在這廣闊的大海中裡面 他要先把自己隱藏起來 然後提供在艦上跟他的打擊群裡面的相關補給跟指揮作戰 但是如果是台海戰爭 航空母艦無論在南海或是在台灣海峽 根本就像拖光光給敵軍看的狀態 是在任何位置都有可能被北斗衛星給抓到 而美國的戰機強不強 絕對強 對不對 很強大的美國空軍 美國空軍再強 他也沒有辦法攔截從中國內陸發射的 超音速航母殺手的導彈 那麼請問 美國會為台灣參戰的機會到底會有多高